新闻一开始继续跟进国内的政局动态 全体国会议员受促在今天下午4点之前 向国家元首提成法定宣誓书 提名第9任首相人选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今天预令 一旦敲定了新的首相人选后 必须尽快在国会下议院提成信任动议 以证明任相的合法性 统治者也下圣旨表示 不管任何一方成为新政府 都要维持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以及国家复苏计划 国家王公总管拿督阿末法迪尔 今早发文告指出 国家元首预令新任首相上任之后 必须尽快地向国会提成信任动议 接受考验 以证明他获得多数国会议员的信任与支持 陛下与国家副元首苏丹纳兹林殿下 星期二召见各政党党魁时传达了几项声明 首先无论是哪位议员受委领导联邦政府 都必须根据联邦宪法条款形式 陛下认为国家正在面对疫情造成的卫生和经济问题 前线人员每天应对数以千计的确诊病患早已疲惫不堪 国家的卫生体系负荷能力也令人担忧 人民不应该再承受政治纷争所带来的负担 国会议员必须达至共识 并且真诚地将人民的福祉摆在首位 致力为民服务 新首相必须维持目前正在执行的群体免疫政策 以及国家复苏计划 元首和副元首也提醒政党代表 胜出的议员必须向落败 以及其他准备归队的各方伸出合作之手 为了全民的健康安危 陛下认为现阶段举行全国大选并非两策 随着全体国会议员提呈法定声明表态主义的首相人选后 阿杜拉陛下将在来临的星期五 召开马来统治者特别会议 为当前的政局寻找出路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 阿杜拉陛下来临的全体免 中文字幕奏